港区国安法颁布实施近4年 港澳办副主任农庸来港出席论坛的时候 港区国安法成功保障香港范围稳定 中联办主任郑雁就说 必须严格执法保护国家安全 律政司在会展举办国安法律论坛 来香港出席的港澳办副主任农庸 用英文发表主题演讲 说香港今年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 维护国家安全工作成效显著 又说国安法完善一国两制体系 为香港的繁荣稳定提供制度保障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herishes and cares for one country to systems more than anyone else The 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laws are never meant to lock up Hong Kong but to accurately identify thieves and protect friends 中联办主任郑雁就说 港区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顺利实施 标志着商法商机制已经形成 要清晰把握立法原意 完善实施细则 依法打击各类防中乱港活动 都必须严格依法 执法施法 体现法律的尊严和实际效果 不能以过程公正替代结果正义 更不能以悲鸣之心替代法律尊严 民主派串谋顶覆国家政权案审结 美国国务院对部分内地和香港官员 实施新的签证限制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 说中央会主动及及时会应外部干预 中央驻港国安公署处长董英伟就说 不允许任何人及机构削弱 矮化及架空港区国安法 行政长官尼家超就说 市民应该自觉维护国家安全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 需要培育市民对于本港法治的信心 无线电视记者中卓希部